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播出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湖北恩施位于神秘的北北三十度线上 它属于云贵高原的东沿部分 是一座石灰岩造就的地理迷宫 在恩施怜悯起伏的大山深处 有一个叫做苏布亚的地方 土家语中这个苏布是三个的意思 这的是两山之间的沟谷 土家族百姓们都说 这个苏布亚是石头的海洋 那里的巨石是千奇百怪 充满了灵性 其中有三块最为神奇 湖北省西南部山地绵延 青江两岸绝壁陡立 暗和交错 洞穴密布 大自然的鬼斧神宫 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特殊的地貌 使得这里长期以来 一直是个与世隔绝 显为人知的地理单元 而石市太阳河乡 有一个名叫苏布亚的地方 那是一片深藏在 苍翠密林中的广袤石林 土家族百姓口口相传 都说那里有着许多 与众不同 古怪异常的岩石 老乡们说 苏布亚的石头 外形极特布满花纹 仿佛是巨龙身上的鳞甲 那些岩石形态各异 隐藏在草木深处 故老乡传 土家人的先祖领军 曾经在这儿大战恶龙 恶龙死后 林甲脱落 幻化成奇异的龙林石 传说中 苏布亚受到土家族先祖庇佑 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那里有三类特殊的巨石 除了身披林甲的那种 有的能够敲响 还有的居然用一只手就能推动 直到如今 土家族百姓依旧会在这奇特的石林里 跳起传统的挪系 祈福消灾 这样的说法 引起了摄制组的兴趣 厄西南青江流域 喀斯特地貌发育 地处其中的苏布亚石林 也是由石灰岩构成 它的身上又会藏着 怎样的地质岩化规律呢 在国内知名的岩容专家 成都理工大学万新南教授的带领下 科考队动身前往苏布亚石林 恩施是大山的世界 沿途山地连绵不绝 悬崖陡壁间云雾弥漫 三个小时后 我们进入了太阳河乡 一条非同寻常的盘山公路映入眼帘 它蜿蜒曲折 密伏着多个近乎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 远远望去 犹如一条盘绕在山间的巨蟒 向导介绍说 这是当地著名的石大拐 因为有着连续十道急弯而得名 小心翼翼地通过这段连续急弯后 科考队很快来到了苏布亚 这是一处面积约21平方千米的石林 我国是一个喀斯特大国 石灰岩的分布面积非常广阔 很多地方都有石灰岩构成的石林景观 比如位于云南省的陆南石林 四川的星文石海等等 在我国的喀斯特石林家族中 苏布亚的规模算不上最大 却因为发育有极为茂密的植被 显得与众不同 随后万教授带着科考队 进入石林开始了考察 沿途记者发现 这里的沿体高低错落 沿石表面凹凸不平 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弯曲 阳光透过岩凤间曲折的裂隙 洒落下来 魅石林平添了几分颜色 就在记者对眼前的景致 赞叹不已的时候 万教授却注意到了一些 非同寻常的地方 他很快在一块岩石前 停下了脚步 你看这个石头 这个花纹是挺怪凉 对啊 好奇怪啊 这个石头上的花纹 而且这个是凸体的 对 像鳞片一样 对 是吧 对 面前的岩石表面 布满均匀的鳞片状纹理 密密麻麻 层层叠底 乍看起来 仿佛是传说中神龙的鳞片 向导告诉我们 这就是百姓们口中的龙林石 而专家很快辨识出了 他的真实身份 澳陶西里宝塔灰岩 它特点就是这种花瓣状 它是四亿年前 将来四亿年前 这个层级理 查阅资料后 万教授发现 这种有着龙林状花纹的石灰岩 在缩布压广泛分布 更特别的是 龙林状的特殊纹理 不仅分布在岩石表面 更深达岩层内部 不远处一块形态古怪的巨岩 布满了流水切割形成的沟槽 让我们得以目睹龙林石的内部结构 你看它的结构是很均匀 把这么一块石头 你打磨成圆球 不管用哪个方向看 都是一样的这种花纹 它都是一种网状的 特殊的鱼网状 完全是一个非常有序的东西 所以说这一层龙林灰岩 实际上在地史上也是最神奇的一层 我们发现 形成龙林边界的物质 突出岩石表面 组成了石头的筋骨 经过考察 万教授认为 它们是由硅质和泥质成分组成的 队员们非常好奇 外表奇特的龙林石 是如何形成的呢 专家告诉我们 在地质硬力和外界环境的影响下 岩石表面会形成自然的纹理 这些纹理往往是随机形成 缺乏规律性 可是这个龙林石却并非如此 特殊的龙林花纹 不仅均匀有序 而且贯穿了整个岩石内部 它的绅士引发了 全球地质学界的长期的争论 几十年来 人们陆续提出了 泥裂收缩 虫剂等 多种形成的可能性 然而直到现在 科学家们也没有弄清 这个龙林石的绅士 分布着大量的龙林灰岩 意味着这曾经历经过漫长的地质演变 而复杂的地质变迁 很可能会催生出特殊的地貌景观 因此呢 关于这里有着各种神奇的石头的说法 很可能并非空穴来风 关教授建议我们继续深入猪布鸭 在考察中寻找谜题的答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科考队在石林中穿行 试图寻找传说中 举的洞和交的响的两块石头 大约一个多小时后 我们来到了一处特别的平台前 你看我们这 这是第一个 就看着一个大价 大价 这是面上 它底下还有层呢 拨开了 所以它相当一个角石层呢 万教授告诉我们 这里密布着一种 我国特有的生物化石 它是海洋中一种凶猛的肉食动物 学名叫做中华震弹角石 发源于震弹剂 在奥陶剂达到顶盛 我们量一下这个角石 拉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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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儿还是吧 哇 有1米6呢 1米6 我真是个 这么长的一个大怪物 中华震弹角石 目前已经发现最大的化石 长度超过2米 接着 就会说 更好 这个 词 终 有 这 都不可能 它在深海里头 虫积显然有问题 因为我们到现在 没发现过 在深海两百米三百米的地方 有虫产生 因为虫它要呼吸 专家认为 排除了生物因素 在深海环境下 缓慢沉积形成的石灰岩 也不可能因为泥裂等原因 产生逆布岩石内的 龙鳞状纹理 泥裂了 那更要出海面 因为它不出海面 它没有干燥 它裂不开 对吧 所以泥裂也不行 那么 这奇异的龙鳞石 从何而来 这套神奇的宝塔灰岩中 又藏着多少未知的奥秘呢 这时候 科考队听说 在梭布亚的北边 茂密的林木掩映下 分布着许多 看起来像宝塔一样 层层分明的石头 而当地的土家族百姓都说 那种用一根手指 就能轻易举起的巨石 就在其中 往东北方向 行进了一个多小时后 我们来到了一个 叫做六步关的地方 你看这是老乡说的一块 这个很特殊的石头 就这块石头 一个手指就可以让它动 不可能 这么大一块石头 不行 我试试你看 好 这就是手指吧 看啊 看好啊 我稍微使点腻 看到没有 好像在动啊 但是幅度不是很明显啊 这样看起来 不明显吧 你走那边去 趴着远去 那个台上你看看 您说在那能看得清楚 对 你上去看看 你注意到啊 趴下来才能看得去 对 你注意到啊 看 好 看到没有 这样很明显 那块石头左右 现在在晃 在晃吧 对 随着万教授的举动 令人吃惊的一幕出现了 硕大的岩石 居然出现了 非常明显的位移 教授 居然真顶起来了 厉害的吧 我们真的没有想到 教授居然用一个小小的地质锤 看起来也不是很吃力 就把这么大一块 三到五吨的这么一大块岩石 全部都顶起来了 太不可思议了 教授 怎么这么大一块石头 顶那地质锤 好像也不怎么费力 就能把它顶起来呢 这就是一个杠杠原理 是吧 用很小力 可以搬动很大的东西 而这种杠杠原理呢 我们实际上这个石头啊 它就是有一个支点 这个支点 就是杠杠支在它的重心上 就这块岩石啊 重心上 所以说这是自然界的一个巧合 不是说到处都有 而这个巧合呢 它什么东西啊 就是这个水的作用啊 把这整个都掏空 形成一个支点在这儿 万教授告诉我们 眼前这块推得动的巨石 类似风洞石 形成的关键在于 它和下层岩石之间的 那层水平层面 已经被完全掏空 仅留下很小的一部分相连 这个很小的支点 恰巧位于岩石重心上 因此它能够保持平衡 在外力作用下 则能发生明显的位移 而这一特殊的景观 反映出一段重要的 地质演化过程 在这种地层上 它有点稍微裙斜的 是吧 而且它底下有一个软弱层 是吧 软弱层把它掏空了之后 这么就支点顶钱 保持这个平衡 但是当进一步 这个风化 掏石的作用下 这个平衡就失去了 失去了 它就争倒幅了 这下面又是掏石 如果把这些银全部充实掉 它慢慢又缩小缩小 心里这种风冻石又出来了 出来了它又倒 所以不断不断变来 这个身体就不断不断变来 科考队在梭布亚一路走来 眼前的岩石并不十分高大 但层里明显 远远看去宛如一座座宝塔 那么 这宝塔的形状如何造就 我们在石林中 已经接连发现了 长得怪的龙林石 和推得动的风冻石 那么 传说中敲得响的第三种石头 又是否真实存在呢 向导带着我们继续寻找 两个多小时后 我们的眼前出现了一段奇特的掩体 它们的高度在15到20米之间 表面有着明显的纹理 看起来就像是一根根巨型竹子 布满凹凸不平的巨大竹节 因此 当地百姓给它起了一个形象的名字 笋子坦 这种条形的 这种横啊 特多你看是不是 近距离观察 岩层里明显突出的层面 引起了万教授的注意 这层像千层柄一样的 硅脂一个条带 它是很薄点 很疏松的 比如说我们看看这个 你看这一层 这个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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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硅这么软弱 就软弱 万教授告诉我们 眼前仿佛千层柄状的硅脂条带 含有许多泥质成分 相对而言 容易遭到风化和侵蚀 因此 才在岩石的水平层面上 出现了明显的凹凸 没有它这一层 我们就这个 往往形成特殊的宝塔状 而它也是这套 澳涛系灰岩显著的特点之一 仔细观察 队员们注意到 眼前这段巨大的岩块 在垂直方向上 也表现出明显的凹凸 仿佛是岩体上开凿出了 一个个天然的洞窟 规模比较大的 这种条状的 看起来很圆滑的 右向的手风琴这种东西 确实不常见 万教授猜测 水流在岩石垂直方向上 持续地切割 是形成凹凸不平的 连状岩体的主要原因 随后 不远处出现了一处景观 很快证实了专家的想法 这段岩石的外表 和之前我们看见的 笋子躺非常相似 同样呈现出 非常优美的凹凸曲面 不同的是 它的牙顶 发育了一条瀑布 水流沿着岩石面 不断冲击下来 在岩层底部 汇成了一个不大的水潭 这让专家非常兴奋 从这就可以看得出来 当时的水 就是 画画 四周都下去 它就像个切个刀样 它找到一条缝以后 它就使劲地 对着这个地方切 使劲地切 就越切越深 越切越深 现在是行不成了 但是可以看到 就是说它这种水流的切割作用 如果把这种现象 倒退到原地质历史上来去 我们就知道 当时的水流 现状不是这种小水流 是一个很大的一股 长期的 一股状的水流 这个切割 所以它能绳子场 里那种 一个一个吊起 龙林状纹理 宝塔形外观 密布中华震弹角石 苏布亚处处彰显着 大自然造物的神奇 队员们非常好奇 那种敲得响的时候 又会是什么模样呢 空中云雾聚集 地下出现黑洞 祥云之地 苍宝传说 云雾蒸腾的奇景 究竟掩盖了什么秘密 彭山迷云 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沿着形态各异的石柱 绕行了半个多小时后 我们终于来到了 据说能发出 中镜声响的岩柱前 它位于一段 曲折凹凸的石连中 向导介绍说 只有眼前这一段石头 能够敲下 队员们将信将疑 可以敲得 敲得有这个声音 你看这边呢 没事 敲得没有 这边呢 吐起了这类似 但是只有这一块石像 对吧 我们发现 眼前这块岩石经过敲击后 的确能发出低沉的声音 万教授认为 如此巨大的中庆石 并不多见 它能发出声音 主要是因为 岩石的震动 把脸贴上去 看有什么感觉 好 我感觉一下 这个脸在震 真的震的吗 对 就明显感觉到 这个东西在两边散 对 随后 万教授尝试敲击这块岩石的 不同位置 发现 随着位置的改变 岩石发出的声音 出现了明显的差异 同一块岩石 有些地方敲击后 甚至没有声音 他建议我们做一个试验 揭示这块石头的发声原理 现在我们把手机 放在这个地方 教授呢 一会儿您准备好了以后 就敲不同的地方 然后我们看看 它的音频有没有变化 准备好了吗 教授 准备好了 好 开始 录下来了 您看一下 前面这个就比较小 对吧 您敲到中间这个位置 就可能是这边这个位置 就声音是最大了 然后慢慢慢慢慢慢 又小 到这边几乎听不见了 所以看这个音频呢 这就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说 它的这个厚薄不一样 这发出的声音频率就不一样 第二呢 我们从外面到里面呢 慢慢就完全等于消失掉 这就说明里头 这一块就没有震动 它就非常稳固了 那么也就是说 在这个悬空里 这个地方 越不稳定的地方 它可能敲击以后呢 就发生震动 震动就产生波 波那就有真硬 队员们注意到 这一带十年密布 为什么只有这根掩体 能够发出声音呢 可以看到这一块 在我们这里头所有最薄的 而且悬出来的这个 长度了就宽度了都差不多一米多 是吧 而且地下这底下是悬空的 所以我们从这一点就可以想到 我们这个古兽的这个边中 边中什么呢 边中它是用一条线悬起来 所以它更不稳定 所以一敲就响 我们这个呢 等于说就先敲在墙上 那么不稳定的地方呢 那么就在这个地方 边缘处不稳定 边缘处不稳定 但是发声呢 发到最大的声音呢 是在中部一点点 这是共鸣的作用 这是共鸣的作用 就是说它跟周围的环境 跟它的厚度 跟你敲击力度 而发生一种共鸣 万教授介绍说 这块能出生的掩体 同样来自神奇的自然造化 原来这段损状掩体 在整个盐柱中 属于非常不稳定的部分 而它特殊的形态 和恰到好处的厚度 使得它能够随着 敲击产生的震动 而发生共鸣 因此才能发出 如同战鼓一般 沉闷浑厚的声响 因为边缘是吊着 它的发声就更容易发声 这个呢是跟这个岩壁啊 这个有一粒是紧插着这 所以说它的发声呢 就非常雄奋 考察到了这里 新的疑问又产生了 组成索布亚的奥陶系灰岩 大约是四亿多年前形成的 而整个厄西南 广泛分布着的 都是二叠系和三叠系石灰岩 为什么索布亚这里 会出现如此古老的岩石呢 随后万教授带着科考队 扩大了考察范围 在距离索布亚 仅有二十千米的一处地方 它有了新的发现 眼前是高耸的绝壁 在这里万教授很快发现了 与之前考察过的云龙地缝 相同的瀑布群 它们同样经过霉系地层 整个瀑布下方的岩石 呈现出明显的橙红色 在雷系地层以上 就是三叠系的灰岩 以下就是二叠系 二叠系 这里的地表河流异常发育 穿越一段河谷后 不远处出现了一段巨大的岩层 你看吧 这么一片很光滑的地方 这个好像不是灰 我们敲敲看 它能在地质锤上划出印来 你看绝对是杀岩 而且比较纯的杀岩 万教授认为 这里明显存在着断层 这层致密的沙岩 因此得以出入地表 查阅资料后 他发现苏布亚 礼坝沟 甚至大峡谷的地层结构 连续一致 万教授据此推测 正是复杂的构造运动 出现了断层 才使得奥陶系 这段古老的地层出入地表 而结合先前对苏布亚的考察 万教授认为 苏布亚最为神奇的 就是那种含有水平归泥层的 龙林灰岩 这种极客龙林的成因 科学界尚没有完全达成共识 目前有一种 受到广泛认可的观点 认为它来自于 复杂的化学分析 这种岩石在深海沉积时 在一定的温度和压力作用下 发生复杂的化学反应 同类相聚 形成了均匀的 岛链状条带 随后在一定条件下 这些条带将碳酸钙包裹起来 最终沉积形成了 带有独特龙林结构的石灰岩 这个美丽的地方 因为奥陶器宝塔灰岩 而分外神奇 而神秘的宝塔灰岩 还有许多谜团没有被揭开 它值得科学家 进一步展开研究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